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关于美国大选和网络攻击 美国现在要制裁俄罗斯 好像跟欧洲跟欧盟分进合集的样子 中辉说制裁俄罗斯时间点的选择很关键 今天谢国中辉来到现场谈谈 在中美贸易战可能真的会爆发的时候 中国如何以新型大国理念来缓和美国会发起的贸易战 美国针对中国的贸易行动 下一波也可能是影响中美贸易关系最重要的一波 那就是针对中国的高科技知识产权争议 美国可能会推出相应的惩罚措施 那么从这样的一个行动看起来的话 中美贸易关系是不是正在逐渐升温到 必定要面对面交锋的情况 我们今天的新闻首先来看一下 最新的情况是这样的 一方面美国国家贸易委员会主任纳瓦罗表示 特朗普总统很快会收到打击中国所谓窃取知识产权的建议的处罚方案 那么另一方面呢 国会参中揽员现在正在加紧修订一个措施 赋予美国外资审查委员会更大的权利 也就是针对所谓的外资去收购美国高科技企业的条例 要更加的收紧 多多是这么说 如果不是美国科技企业游说见效 那么国会防范中国获取技术的法案就会更加严格 根据路透社看到的修订草案 美国参议院提出的法案 还有众院提出的附加措施 都会扩大美国外资审查委员会 也就是CFIUS的全责范围 而希望阻止中国获取美国的先进技术 这项由共和党和民主两党议员提出的法案 得到了特朗普政府的支持 根据这个法案最初的内容 受到了美国科技企业的批评 因为这个法案最初的内容 会使得科技企业减缓他们的出口 游说修法的企业包括了 谷歌的母公司Alphabet Facebook IBM 英特尔还有高通 等多个硬件和软件公司 与此同时 美国国家贸易委员会主任 纳瓦罗星期四表示 特朗普总统将会在未来几个星期 收到有关解决中国 所谓窃取和强制转移 美国知识产权问题的建议 纳瓦罗是在接受美国财经媒体 CNBC访问的时候说 中国长期侵犯美国的知识产权 所以贸易代表莱特希泽 会在未来几个星期之内 向总统特朗普提供301调查行动建议 当中包括有关中国侵犯知识产权的问题 谈到贸易问题的时候 纳瓦罗认为特朗普立场坚定 而且有灵活性 说特朗普有能力在实施进口货品 关税措施的同时 又不会引发贸易战 华尔街日报说 特朗普政府也正在酝酿一系列 针对中国的措施 试图迫使中国停止 目前要求美国企业 向中国公司转让技术的做法 这些措施会包括 对每一年至少300亿美元的 中国进口产品加征关税 另外还会有投资 以及签证的限制 总的来说呢 可能接下来我们要关注两点 一方面美国要动用301条款来处罚中国对于所谓知识产权 他们认为窃取这个知识产权的问题 那么另一方面呢 美国会加紧对于海外投资审查委员会的职责 收紧中国和其他的国家对于美国科技企业的收购 那么当于早前呢 特朗普这个实施的关于全球钢铝征税的行动 最新一波针对中国也开始了 美国这个国际贸易委员会在15号裁定 从中国进口的铝箔产品对美国企业造成伤害 美国商务部会在近期对所涉及的产品征收 48.64%到106.09%的反请销税 还有17.14%到80.97%的反补贴税 这个时候美国财政部的高级官员昨天就表示 下个星期初在阿根廷召开的20国集团财经首脑会议上面 特朗普政府会联合志同道合的国家 反击中国的政府补贴和投资政策 不管是在钢铁铝业或者是这个高科技市产权方面 美国现在把范围收紧针对中国 也就是集中火力调准中国 那么至于在美国跟俄罗斯的关系方面 现在又兴起了一个波兰 美国加紧制裁俄罗斯 主要是因为他们认为俄罗斯干预美国2016年大选 还有网络攻击事件 发布对俄罗斯新制裁的措施 制裁对象包括了对美国联邦调查局 因为通俄调查起诉的人员 以及俄罗斯情报机构和人员 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管制办公室在15号宣布 将19名俄罗斯人还有5个实体列入制裁名单 当中13个个人和3个实体 因为已经涉嫌参与美国干预 干预美国2016年大选 被美国联邦调查局负责通俄调查的 特别检察官米勒来起诉 那么除此之外呢 就是由于这个前双面间谍 谢尔盖斯克里帕尔跟他的女儿 这个月在英国遭到神经毒气袭击之后呢 俄罗斯跟西方国家之间的关系 尤其是跟英国的关系变得很紧张 英国驱逐了俄罗斯的十几个外交官 几十个外交官 那么现在呢 趁这个时候美国跟欧洲方面 好像又加紧对俄罗斯的制裁 到底为什么在这个时候 这个英国呢 是出台一个对俄罗斯非常严厉的 一个外交行动 就是驱逐23个外交官 同时呢 很多计划的交流全面暂停 包括英国的高级官员 出席俄罗斯的世界杯 紧接着之后呢 你看美国在这个时候又同时宣布对俄罗斯新的一轮制裁 这是一个什么时间点 这个时间点呢 我觉得有两方面因素考虑 第一个就是这个事情本身 所谓双面间谍被毒杀的这个世间啊 不清不楚 但是英国就 它只是一个highly likely 就非常可能就开始对俄罗斯来的行动 它不给俄罗斯任何辩解的机会 就说这个东西是呢 你的武器库里面以前有的 所以现在我现在发现了 那就是你了 那所以呢 就是国际上 从第三方来说 有没有可能被栽赃 你有没有可能给俄罗斯一个更公平的解释 机会 至少俄罗斯说了 你让我看看那到底是什么东西 跟我对照一下 或者你可以拍人来对照 但是都没有 就这样一个很大的制裁 所以这个时间点很关键 因为俄罗斯正在进行大选 每到俄罗斯大选的时候呢 这个西方都会出现什么间谍事件 所以你看看最近那个红雀特工 你就知道 他是特工事件 是和特定的政治环境相对应的 如果说要策划一个毒杀 在英国的前间谍的这个东西 他学一段时间的这个策划 所以呢 策划者不管是哪一方的人 都想到最佳的时期发挥最大的效果 他不会偶然失手就把这个人给毒杀了 尤其你要用到这种武器级的 这种神经毒气的时候 另外一个从美国的角度来看 就要看美国的国内政治 所以这个时候呢 美国的国内政治非常的微妙 所以独立检察官那边拿的越来越多的 对特朗普不利的消息 不利的这个最根本的来源 还是所谓的这个通俄门 所以呢 这次呢和俄罗斯又有什么关联 为什么这个时候呢 美国的财政部又追加对俄罗斯的相应的制裁 而且说这个证据确凿了 这些都让人对整个国际政治的发展 有太多的联想 谢谢红辉 那么在今天呢股市表现方面 内地股市震荡下挫 三大指数早盘开低 随后小幅度上扬 受到内地即将推出中国存托凭证 有日CDR吸引新经济 回到过内上市的这个消息呢 独角兽概念补板块曾经大幅度的上涨 不过呢创业板中厂跌幅超过将近1.5% 这将近1.5%创业板 那么至于在亚太区股市方面呢 日本股市今天也是受到了美国政治太多人事变动的影响呢 而受压 今天日本股市是下跌的 元会呢今天是在上升的 来看一下白会总和 美元会价在90附近的水平 主要是因为市场在等待下个星期 美联储的一期回应 美元主数昨天在美国曾经是连续第二天上扬 曾经上到了90.106 不过今天在亚太交易时段呢 又回到了89.96 主要呢还是在90上下了 主要在等下个星期 美联储这个会有些什么样的说法 市场预计呢可能在下个星期呢 就会上就会进行今年的第一次加薪 日元今天曾经高见105.65 这也是据说呢 这个白宫人士变动不断 风云不断 美元对日元 所以美元下跌了 那么有分析师相信呢 华府现在鹰派当道 爆发贸易战的机会 已经达到了30% 贸易战一旦爆发 美元会价可能会成为大输家 而欧元两年之内 有可能升到1.4美元的水平 至于在中国方面 中国持有巨额的美国国债 一月份持有的美国国债规模 降到了六个月来的新低 今年一月份 中国仅持167亿美元的美国国债 不过美国 中国还是美国的第一大债权国 人民币兑美元的中间价 今天下跌199个机点报 6.3340 在岸的收盘 今天下跌26个机点报 6.3247 有内地专家说 千万不要看淡人民币哦 说2021年人民币兑美元可能会升到了5.5的水平 主要是因为中国经济的发展 生产力和人口结构都在推动人民币的需求 所以人民币的上涨情况会比较受到关注 而这段时间的港元会价呢 今天继续在弱势7.843 下一节 马上请独立经济学家谢国中 谈谈中美经贸关系 该怎么做 待会见 欢迎回到京市财经 越来越多人认为中美之间的这场贸易战呢 是一定会发生的 尤其是在美国总统特朗普身边鹰派当道的时候 所以今天我们在现场特别进来的是 独立经济学家谢国中先生来帮我们谈谈 Andy你好 J1好 原本呢我跟Andy在谈这个话题之前呢 我订的题目就是 中国如何以最低成本来反击美国的贸易战 但是经过跟Andy聊天之后 我就发现我们需要改成这样的题目叫做 中国如何以新型大国领业来缓和美国的贸易战 为什么这样呢 我们先来听听这段时间到底美国发生了些什么样的事情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过去这短短两个星期的很多动作镇进了全球 他先是对全球征收钢铝关税 接着同意跟朝鲜领袖金正日会谈 然后又吵了国务卿蒂勒森 立刻任命中情局局长蓬佩奥接任 紧接着迅布CNBC的评论员前美国残经官员 获德洛接替科恩担任白宫首席经济顾问 过去这个星期还签署了总统力禁止博通收购高通 意在防止中国华为在5G领域领先 我们看到特朗普呢 在短短这两个星期做了这么多的事情 其实在过去他刚刚当总统才一年多的时间 做了这么多的大动作 让人家觉得他很疯狂 你觉得特朗普这些动作的背后的目的和布局究竟是什么呢 特朗普那个选举成功的原因是因为他反对移民 反对自由贸易 但是在过去一年里面的话 他是摇摆不定 他的政府里面一边是主张全球化 一边是主张就是要保护主义的 但是全球化这边的话给推出去的比较多 所以特朗普的话又走回到 他原来竞选的那时候的那个政治的一个立场上面 今年的话美国有中期大选 所以他必须要做出一系列的举动 这样的才可能中期大选的不会大输 但现在如果他没有举动的话 中期大选是很危险的 这个动作很大 你看他答应5月底之前跟朝鲜领导人金正恩见面 到底能不能够见面 大家都还是不知道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在这个时候呢 好像他现在慢慢把这个焦点聚焦针对中国了 所以这个美国跟中国之间的贸易战到底是不是会开打 这是一个大的问号 当中有个很大的这个依据的原因是 他身边围扰了很多的音票音派 我们数他最近的音派 比如说这个贸易代表莱特希泽 还有美国国家贸易委员会主任纳瓦罗 还有刚刚担任这个白宫经济委员会顾问的库德洛等等 这个罗斯也是吗 商务部长罗斯也是吗 就是说在鹰派围绕的时候 中美之间的贸易战是不是一定会开打呢 我觉得是不一定 就是中国需要有耐心 贸易的话就是针对一个国家是不容易的 因为贸易是全世界的话 它是到处渗透的 所以你对某些产品的话 征税的话会引起很多负面的反应 所以它国内的也会有很多负面的就是反应 对政府会有政治影响的 所以中国政府的话是不用急的 另外一点的话在美国的话 它毕竟对这些产品像钢铁啊 总的规模来说并不是那么大 对中国来说 四万多亿美元的那个每年的贸易的总额 影响的话不是很大的 所以中国应该以一个冷静的心态 理性的心态来对待它现在这些举动 到目前为止我们确实看到中国是冷静的 因为就是在针对这个钢铝的部分呢 中国目前各个部门的回应都是相对于理性 但是我们看到现在接下来可能在四月份 中美之间会有一个比较直接的面对面 那就是关于美国可能会用301条款 来对付中国所谓的窃取美国知识产权 来打起新一场的这个针对中国的贸易战 这个部分是不是会变成是美国在阻止中国 所谓的高科技崛起过程中最重要的一个手段 这个会不会是一个很严重的一个问题呢 我觉得就是因为他说了 有可能对300亿美元的这样规模要征税 或者是600亿美元 但是很多产品都是美国公司的产品 所以我觉得这个征税的话也是没那么容易的 所以不用过早或者过急的去反映这件事情 美国现在内部矛盾的话是非常剧烈 就是美国白人中产阶级这40年的生活水平的下滑 带来很大的政治问题 他现在也没有什么好的一个策略 但是他要做一些举动 让选民的话觉得政府的话是在做事 是吧 所以这个中国不需要过急的去反映 是 本来今天呢 我在这个跟谢国中先生做访谈之前呢 我们从最近的新闻形势看起来 觉得中美之间的这个贸易战呢 可能真的是要爆发 尤其是在这个下个月 301条款如果真的出来的时候 但是谢国中先生有个理念认为 其实中国现在应该以一个新型大国的理念 来处理跟美国之间的贸易关系 因为尤其是在美国现在内部 有那么大的一个剧烈的变化 你怎么观察到这个变化 在美国之间 我们应该怎么去理解目前美国社会的问题 对于之前他们 对于现在他们对外关系的一种压力 应该怎么去看这个交错的关系呢 对 在美国的话过去穷人 都是有些人种 就是现在的话就出现了白人的话 出现了很多白人是变成穷人 它的原因就是因为世界 全球化世界竞争引起来的 特别是东亚对那个就是西方的一个这样一个压力 东亚这100年这是很长的漫长的一个过程 但是中国这是最后一波 但是规模比较大 所以影响也比较大 那个就是白人能做的事情 东方人都能做 那东方人的要求的工资的话 比白人要低很多 这样呢 他的生活水平的话 被朝下拖的这个趋势就出现了 而且这个问题的话 暂时是没法解决的 所以这个美国的内部的政治矛盾的话 会继续保持比较剧烈 就是会长期的 所以中国要对这件事情 要有心理准备 这不是一个某个总统的问题 它是一个全社会的问题 我们就中国要做出一个冷静的对待 然后呢 要有长期的准备 然后要做出自己的改革 来缓解这个世界上这样一个矛盾 这样呢 这个世界的稳定是对中国有利的 我们不能就是把这个简单的看成是一个 你对我怎么样 我就对你怎么样 这个对中国是不利 世界的稳定 对中国来说是最大的利益 也就是说目前 中国到现在为止冷静 已对美国放出各种针对中国的所谓惩罚措施也好等等的 这个冷静态度应该要继续的下去 而这个冷静不只是一个冷静而已 还有更多的理解在里面 这个理解就是在中国崛起成为新型大国的时候 要看到美国的社会 尤其是白人男子在这过去这么多年的时间 他们形成一个相对可能变成是个弱势的一个族群了 对不对 那么这个跟美国的社会 比如说枪支案的发生啊 自杀率的提高等等 是不是有很密切的关系 美国内部环境这个问题 是美国的白人男性的寿命在下降 在近代史上是比较罕见的 这是我们看到在90年代 俄罗斯耶利辛的时代的时候 也出现同样的情况 现在在美国在出现 我觉得这是跟那个生活压力有很大的关系的 所以在中国的话 应该看到这是一个现实的问题 并不是一个政治 有人在玩政治 并不是这个原因导致的 所以中国的话 要懂得自己的在世界的一个责任 就是要维护世界的稳定 中国应该起什么作用 所以中国这个以投资带动的经济的这个模式的话 可能对世界的经济压力是过大了 因为你投资带动一定是要出口带动 因为你这个国内现在我们家庭的消费只有36%的GDP 对中国这样一个人均产生的国家的话 是非常非常低的 所以这样这种经济的机构 经济发展模式的话 也增加了对世界经济的挑战 所以中国自己能做的 就是对自己的经济发展的模式的话 做出一定的调整 暂时的对世界经济的话 稳定的话带来了好的一个因素 然后给我们中国带来一定的时间 我们需要的是在20年的时间来消化 像这个日本的话 等到它的生活水平到了3万美金 到4万美金的时候的话 它跟西方的矛盾的话就基本缓结了 我们也应该看到这最终的目的 最终能够达得跟世界能够和谐 我们也必须走到这一步 我们走到这一步越快越好 我觉得在您谈到这个理念的时候 一方面是从政府的层次要去理解到 这个中国对世界产生巨大的影响 一方面另外就是在民众方面 应该理解就是说作为一个中国人 在过去几十年经济发展的过程当中 中国实力的强大使得中国人地位的提高 我们应该有更宽大的心态 来面对美国现在提出任何针对中国的各种声音 对中国对世界稳定 以后二十年要负最大的责任 因为中国的话人口是美国的四倍 所以必须要有这种心态来对待世界的问题 比如说我们不能以小国的心态 什么都是斤斤计较 比如说在就业上面 中国已经是劳动力短缺是很多年了 虽然我们老是在谈什么就业问题 其实我们短缺已经很多年了 在这种情况下 中国的劳动力市场应该对世界开放 中国的话如果劳动力的话 百分之三十是外国进来的 那是应该是正常 对一个开放的国家是正常 那就两千多万 但对西方的会影响很大 最对中国在世界上地位 会产生非常正面的影响 所以中国应该看到 解决世界的问题的话 中国应该该做的是更多的开放 就是一个投资不要过多 消费要增加 劳动力市场要开放 而且我们的资本市场也要开放 我们的国际版应该开放 让中国的储蓄的话 让世界的公司的话 也有机会到中国来 得到中国的资本 所以我们不能把什么东西都关在里面 这是对中国的稳定 不能来自于世界的不稳定 因为如果你把什么都关起来 你觉得我们很稳定 我们觉得很高兴 但最后的话世界不稳定了 中国也不会稳定 所以要在中国做任何政策 都要考虑世界稳定 不光是我们自己的稳定 在十九大报告当中 以及到最近的两会当中 都提到中国的开放 是当时局在向前的 那么这开放其实包括了 金融领域啊 市场等等 您刚提到这个 所谓的劳动力的开放 中国现在也欢迎一些 外国人才到中国来 那您所谓的这个劳动力的开放 究竟是在什么样的劳动力 是坚持让那些只有高端的外国人 到中国来做高端的事情 还是说第一层的劳动力 都应该开放呢 我觉得这个强调高端的话 是一种错误啊 你看任何人像深圳就是起来 它真正能够就是企业家 它又当时的话 按照现在的标准 都不是高端人才 像美国的话 就是这些企业的起来 它是移民来做的 也不能算是高端人才 很多人都不失智的是吧 所以我们不能强调高端 我们就应该 中国现在低端的 就是劳动力 工厂的劳动力都短缺 所以可以向东南来开放 是吧 这是也帮助提高中国的竞争力 像中国的服务行业 很多的话 西方人带来的 能做的事情 是当地人不能做的 也是个互补 对两边都有好处 所以中国在劳动力市场的开放 在资本市场的开放 和在增加消费 在贸易市场的开放 这三方面都要做 只有中国对世界稳定 负起责任来 世界才能稳定 如果中国的话 看到美国这样做的话 觉得你是欺负我 我们要争锋相对 跟你斗 那我们以后的世界的话 会出现大乱 对中国非常不利 眼前一个问题就是 中国的2025 中国要成为一个制造业的大国 这个制造业不只是一个规模大 也还有高端的制造业 那么美国现在很怕 中国成为这个部分 所以在这方面 有些什么样的好建议 如果美国在下个月 真的提出针对中国的科技产业 这样一个侵权的惩罚措施的话 中国有没有什么样好的应对方法 除了我们更加的宽容之外 我觉得因为这个产品的主要是 那个 主要是外国公司持有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 要征税的话 要过的话也没那么容易的 中国在那个 2025这个 这个 这个 目标上面 要有 我觉得也要有一个心态的准备 在日本和韩国 他们发展自己的品牌 和技术的话 都是 也都是看着美国的市场 都从美国市场 找手建立自己的品牌 但我们应该看到 这个时代是过去了 因为美国的经济的话 没想过去那么强 现在过去美国是一半 世界经济的一半 现在是25 而且这个比例都会不断的下滑 美国内部的债务那么高 所以 承受能力不存在了 所以我们应该看到就是 不能把美国市场看成是 我们最终就是要占领美国市场 不要以这种心态 第二点就是说 做什么事情 不要是 像搞运动一样的 中国政府从上到下 我们要做一件事情 你把别人都吓坏了 是吧 因为中国这么大一个国家 政府控制那么多资源 你要做一件事情 世界上 世界上怎么可能出现公平竞争 我们还是鼓励的话 民营企业市场去做这件事情 他做起来的话 别人也会接受 非常谢谢 谢国中心人到节目当中了 他今天告诉我们 中国应该一个新型大国的理念 来缓和美国的贸易战 感谢您 谢谢您收看 我们再会 明镜需要的支持 欢迎 EntreP